教導,啟動按鍵開關的更換 首先,將電源關掉 插頭拔掉 拔掉後,將面板上面的六顆螺絲拆下 拆一下後,我們會看到 有兩個開關鍵 現在要更換綠色的啟動開關鍵 所以我們將綠色開關鍵拖開 它可以分離 然後在開關鍵上的話 它有三個接點 我們主要的話是更換這兩個接點 照它原來的接 將保護套鬆開 然後將開關鍵 跟這個接頭打開 打開之後 拿新的開關鍵 按著它的接點 下去焊 焊錫上去 來 可以 你 做 做 我 做 有 如果搞錯的話,我們可以先 一條一條的焊 會比較不會弄錯 好嗎? 换好之后我们再将保护到装回去 再将接点转回 好之后再将卡进其他按键 转一下这样就卡出了 然后试一下看看这个按键是否正常 然后再将面板锁回去 转好 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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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生姜 熟成 收好之後我們將電插上去 測試一下是否功能正常 這樣就完成了